大家好,今天我会教你如何限制你子女的上网时间。 要做到这点,首先我们要设置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我们打开你的iPad,我们找回设定。 按一按进去,在左边,我们找回萤幕使用时间。 右边,我们选回开启幕使用时间。 然后我们按继续,选回这是我小孩的iPad。 按稍后决定。 按多次稍后决定。 按多一下继续。 在这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输入四位数字的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如果你有你的Apple ID,这里可以输入Apple ID。 如果你到时忘记了萤幕使用时间密码,就可以重设密码。 如果你没有Apple ID,我们选回左上角,按取消。 然后按掠过。 好,我们完成了我们的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如果之后你想更改你的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我们在刚刚相同的位置。 今次你会见到按钮改了变成更改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按一按它。 然后我们选第一个,更改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按了进去之后,它会叫你输入旧的萤幕使用时间密码。 然后我们再输入你想改的密码。 好,同样了。这里我们要按左上角的取消。 再按掠过。 好,加张性留意。 这个萤幕使用时间密码不能让你的子女知道。 不然之后我们再教你的所有设定。 你的子女就可以随意更改了。